上期视频我们说到由于夜晚去看车犯了行业大忌 在不清晰车况的情况下 没有试驾的情况下我们就缴了4100元的定金 结果车子在第二天还没有出车行的时候呢 车就坏掉了 再不是令我最糟心的 最糟心的是光是过户啊 就在车行耽误了三天时间 整整的在车行待了三天 其实待三天都不是最主要的 最让我感到危险的事呢 还在后面 现在的时间是23号晚上8点 这个时候呢终于是把车子给开回来了 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 这三天的一个事情经过啊 22号晚上我和粉丝阿卫去重庆看车 以14000元的价格买了这辆高顶的金杯 21号早上准备去过户的时候呢 却挂不上档 于是上午修车下午便开过去过户 但这些凑巧啊 车管所当天没有网络 过户没有成功 22号早上咱们去过户 结果却提示这辆车子有违章 于是呢上午便处理违章 下午去过户 这个时候却又说啊 车子没有连省 等到连省完以后 行驶这儿要第二天才能拿到 于是呢 这时间一拖再戳 23号才过户成功 当我负网款要开车走人的时候呢 我发现第一天的换挡问题啊 其实并没有解决 他们这两天开车啊 一直都是用蛮力 才挂进去挡的 在我一再的要求下 他们决定再次把这个车子 开到修理厂去 这一次是换了新的零件以后 我才勉强能开走 可能是上天眷顾这个买车小白啊 当我开着这辆车以120迈的速度 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 行驶了80公里下高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出现状况了 车子的刹车分帮大螺丝啊 直接给干掉了 这个螺丝要是在高速路上跑的时候 120迈 那刹车直接爆死 情况得多严重啊 真的是不幸之度万幸 只能说是阿彪命大 那这辆车开回来以后 哪些地方是需要维数的呢 首先就是这个钢板的胶套 上下上下都需要更换 就这几个胶套嘛 全部老化了 里面已经没有胶垫了 还有这个减震 两面的减震胶套也是同样的 这个这两个的减震都要换啊 两减震 然后这边 胶套也坏了 也漏油了 已经没有阻力了 然后下面其他的就是这些小东西 排气管他以前用这个铁丝 这个铁丝把它固定的 然后前面就是什么 方向的秋头这里 这里磨损的比较严重 然后就平衡杆 这里这两个 其他的问题不大 胶套什么都小问题 这都小问题了 其他的底板还好 没什么 没什么事故 没什么大的事故 有一点小的插挂 前面这个保险杠换不换 前面这个应该不用换吗 喷一下漆就行了 修复一下 问题不大 然后后面这个保险杠 这个保险杠应该要换 这个保险杠比较恼火 然后就是这个门 就是这样的 然后很多朋友说 这个车直接就是报废车 为什么要用14000块钱来买 实在是也比较符合 大家说的这个说法看一下这些地方 直接就是已经绣穿了 然后下面也是有多处绣穿 你看像这个 发动机下面也是这么多漏油的地方 你看这个这个是今天换的 在这个下面这些地方都是 很多很多地方都绣的差不多了 那听一下这个车12年的这个金杯车 14000的价格 然后又有这么多地方破损 肯定是不值得买对吧 但是呢这个发动机啊 确实说有一点点漏油是 那个气门的那个气门室盖 上面的那个胶套坏掉了 所以说漏油漏了这么多下来 明天咱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整体换下来的话 我们听那个阿卫说一下 这个整体换下来是要花大概花多少钱 这个整体换下来也就五六百块钱 非常便宜五六百块钱 所有的后面保险杠什么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换掉 然后呢这样子再看这个车的 一个异想程度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 都把这些异想给解决掉了 然后就是里面室内的一些布局 那个就是一些改装的问题了 那好吧我今天大概试了一下 这个车子发动机什么的 其他都还很好啊 就是这些下面的一些老花问题啊 那后期呢阿卫就和阿卫一起努力 把这辆车改成咱们的一个示范车辆 一定是非常nice的那种啊 毕竟这个空间这么大 如果说做不出效果的话 那肯定是浪费了这个钱对吧 14000一亿啊 谁的钱不是钱 肯定都不好挣啊 那好那今天呢 咱们大概也是就这样分享一下 后期的这个车修理改装 以及加装所有的东西啊 咱们都会通过视频给大家分享 那么今天呢也就分享到这个地方了 喜欢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 我是阿卫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